大家好,我是分析师张志诚 欢迎收看今天的股市帝国 台币股市今天最后涨了329点 成交量放大到4362亿 我想有在看我自己YouTube的节目 我有时候给大家的大乘隔离一分钟 朋友应该今天会看到说 我告诉大家我今天去办对自己家里的事情 其实当一个分析师 尤其在电视节目上的分析师 是不大能够有自己的情绪的 但有时候真的 要完全能够把情绪完全抛住在一边 真的很难 我也谢谢许多会员能够容许我 就是说 当我在忙的时候 可能我在今天这种大涨的状况当中 我没有买一大堆股票 但至少我们之前 所跟大家所公开 报告跟布局的公司 我想也都表现越来越不错 这也就我自己的责任有负责到了 那我希望很多投资人 在股票路上 当然不要像我今天这样子这种 这种比较低落的情绪 很抱歉 我今天实在是 就算今天万海有连续两天涨停板了 就算是我当时电影已经连续涨停板又冲高 其实你会发现到这几天我心情并没有说特别 特别特别兴奋 那当然我有我的因素 可是我还是衷心的希望许多投资人 你如果从我在报告这个大盘 报告整个指数 为什么大家在恐吓你 西波要崩盘的时候 我就一直强调 那个看法是错的 因为这次美国所谓的降息 降息真的就是要让资金释放出来 怎么会有人把降息讲到 说是要崩盘 那如果西波如何又如何 其实很多投资人到后面 有跟我反应的 我都知道 有很多人股票 有的都杀在下面 杀在一个很低的地点 那杀了一次地点不够 第二次又被恐吓的时候又杀掉了 那这个还没什么 甚至有的人跑去买那个什么美债 ETF买美债买了一大堆 说谁介绍说这个美国只要降息 美债一定会大盆涨 我当时跟大家讲过了 我说第一个 如果大盘会好 那好好在低点买好股票 涨上来就够了 我说不用去研究到这么多 其他有的没有的公司 光是一家台积电 有太多分析师想挑战分析它 结果分析900多块 说叫你一定要卖的人 结果分析900多块 说不卖的你会后悔 一定会崩盘的人 结果说这个电子股一定会崩盘的 台积电你900多不卖的人 你一定会怎么样 到最后真的台积电 连后面的AI那些最基本的 都还没有出货完成 连Covus都敢工敢到没办法 生产足够的量出来 必须把苹果的晶圆测试 12寸的订单委外给精彩 所以它有精彩 后面这种变成我的精彩 当然这个过程当中 市场有很多分析师跟我论战 我当时教给大家一个很重要的 9月6号 我那时候就是看太多分析师 那些YouTube的节目 电视的节目 要崩盘吗 大盘怎么样吗 如果美国降息 你还不懂得赶快避开吗 结果呢 我就刚才告诉大家 我说台积电 我就光从台积电就好 光讲台积电 是不是你们可以领略到大盘 那看你们自己的天分 可是呢 光一个台积电 我9月6号告诉各位 常常都是它 领先把大盘的空方缺口 相对的给补掉以后 后面大盘就会去补空方缺口 而且台积电要赚利润不难 各位你知道当时台积电 你参加储席到今天 你一张足足多少钱了 有没有一百块了 各位有没有一百块了 已经达到我说的基本的目标 有吧 我当时一不小心开了这一口 当时很多人听到就问我说 市政台积电有可能会一百块的机会吗 有没有 各位自己感受 当然这是个过程 这个过程里面很多人会恐吓你们 就连这么好的台积电 多少人九百多块全部杀掉以后 你也追不上来了 今天在想要追的人 今天很多人我讲过 他也没有资格分析台积电了 没资格分析的他也不敢分析了 这是事实 他不敢分析台积电 他整个分析什么 他就整个去分析 看台积电涨的时候就开始分析 那美国降息可能会糟糕 所以叫他去买美债 但是我在美国 确定降息的9月18号前一天 我提醒大家 不管美国降息几码 这都是6兆美元货币基金 转移到机型市场理由之一 我说得非常清楚 各位你想一下在这个时间点 大盘长这样子 美国要利率决策之前 你回想一下 我当时说了 所有当时只要有恐吓你标题分析师的节目 你真的不要再看了 因为那不只让你少赚钱 他还害你 很多真正的股票可以赚到都没有做到 而且不只没做到 你一天一天 我所讲的这些天 其实我都带我的客户一直在买股票 我买了哪些公司 各位你也知道 9月19号我还告诉大家 我只要空泡水我还没补 只要空泡水我不补 就是恐吓西坡 就是恐吓崩盘 我说我等着看到你如何被打脸 9月20号 排鸡店都跳过季线哦 我特别告诉大家 这也是大盘的先人植物 所以我在当天9月20 在距今天五个交易日以前 我告诉大家 指数爆发挑战季线 最猛掌势即将来临 很多人看完以后 我的节目 有来电的朋友 你知道我说的领涨标股是谁了 我大成哥的一分钟 也直接有在这里面提醒了大家一些 领涨标股抗通膨的一个海运 一个海运的谁 很清楚一个能源一个低本利比的 海运也是低本利比的 低本利比的三叉叉叉叉汽车版的谁 定颖 可是纵使我讲完这些事情 9月13号 各位看到家庭指数 我后来大家看记线在这里 只要没有过 还是恐吓你记线不好 还是恐吓大家 这个盘还没有还可以 还不能还不能够算可以 还是有一定的风险 外资空单有多少 对不对 各位你还记得吗 我至少再一次 当天再教各位一次 我说我看到台积电因为量缩 会休息一下 没关系 可是你不要等台积电测试了 休息了 然后纪线依然还是没有破站稳的时候 你就没有机会了 24号我再提醒各位一次 震荡的原因 台积电为什么震荡 为什么你觉得好像都还没什么量 那不是过季线要飙了吗 我跟大家讲 主因就是外资不想拉高吃货 没有爆量钱的休息 都是大盘主流股进场的机会 各位投资人 看我的节目 其实我应该说 那不只是 大盘或者台积电震荡的时候 是给很多人主流股进场的机会 更严格的讲应该是 给很多人 不管你没在买错 不管你哪些股票 之前买的股票是买错位置点 都是你 能够换主流的实际点 因为这一季到月底这里 就只有我 我知道市场有很多人拿一些 还蛮多粉丝的分析师 在跟我去做一个所谓对比 我说过的我不要是最准 但我只希望把我的经验跟方法 我能尽量的交给你们 就交给大家 来各位 当天给大家指数 如果站到季线后 会冲出去的个股 我要请各位的第一家 定颖投控 很多投资人经过这样子 所以用Google AI一下 老师这马上查得出来是谁了 好了 你们有查出来是谁 你们有赚到的 我也恭喜你们 好吗 但我们的会员 我有什么 我说什么做什么 我就是做的一模一样 后来定颖到昨天 一连拉了将领19% 那我就讲大盘 我做的股票是大量强 包含昨天万海的涨停 包含昨天海运我提醒大事情 就是大量强 就是我的风格 各位台积电 你也可以叫大量强了 那我也在昨天又提醒 最好祈祷一个回档时间 能够上车的机会 定颖 今天定颖成交量出不来 那各位我说的 最好祈祷一个休息的机会 压低的机会 对不对 那现在重点来 有的人看到这两个K棒的时候 你真的定颖这几天 一大堆人跟着我们在讲电影的时候 万一遇到有震荡压低的话 你觉得是机会还是危机 你觉得那些跟着我们 在那边一直讲电影的人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报告给大家的 我所有公开给大家的 我摸着良心 我公开的告诉大家 我真的是最早最早 几乎股票还没有起涨之前 我都分享给大家 我就很早就告诉我的客户 我要证明给你们看 我不要你们总是看那些老师 一大堆涨停板 然后事后再拿出来 他在什么地方怎么样 或者涨停板才在介绍你 叫你要追涨停 我不做这些事 那些数那些涨停没有意义 节目我一直都保留在 所以我9月19号那一天 开盘前 有没有分享给大家 所谓的万海 各位去看就知道了 昨天提醒大家 就是低本益比 反抗通膨的股票 为什么法人会这么喜欢 买定领 因为本益比 当时我推出来 告诉各位的时候13倍 万海本益比几倍 我特别讲 七八月算了 本益比才几倍 所以今天又涨停 这是很正常的 可是在这个本益比几倍之余 大家会讲本益比 可是呢 大家会分析一下涨停板 讲涨停的时候 有没有人告诉你 像我这么清楚 我昨天跟大家强调 注意哦 来我从阳明告诉大家 你现在怎么看 都不会看到SCFI的涨价上来 很多人只要没有看到 SCFI指数 或者是运价指数上来的时候 你根本不敢做航运股 但是大家都说 他有赚涨停板 可是你们身为会员 你们不了这些内容的时候 你们敢做吗 我公开的告诉大家 我们所看的重点 我们为什么领先市场 很多人都跟着我们的股票 后面在模仿我们讲内容 一模一样 因为我所讲的是 别人根本没有办法 想象得到的 报价没上涨 怎么可能阳明 跟万海会有机会 结果事实证明 美国线 海运的美国线 你不只有看这一天 两天涨停而已 你再来是要跟着我去看 报价转涨的时候 到底要怎么样的变化 因为这会影响到一家公司股价 后面都已经7月8月营收了 万里9月份营收 又不一样了 那结果这一次的海运 真的随手只是仰反一下而已吗 还是说要涨到哪个地方 你有没有想过低本一笔公司 外资我当时强调连续性买超原因是什么 各位全市长没几个人会跟我一样这样分享的 也没几个人会跟我一样这样分析股票的 都已经股票赚涨停板了 还有什么好分析 阳明也已经昨天拉今天又拉 周K爆量挑战缺口 各位周K空方的缺口 今天本周的周量爆量了 今天礼拜几 所以过去的大量高点变成不难了 古典技术里头有非常重要的量跟缺口的突破理论 我教过大家了 所以未来你不要只是觉得说掌停板就够了 你务必要跟我紧盯海运全球这种定位的航行状况 因为全球的定位它是航行 到底哪里有塞没有塞 一清二楚 所以为什么我这一次并没有报告其他家的公司 我也没有告诉各位你要去海运要买那个什么ETF 我没有 要做就做最直接的 买东买西买一堆股票买ETF 那没有用 只要你知道为什么会涨的理由 为什么会有涨的方向 你做了以后 你就会知道原来股票是要这样做的 这样才会真正在低档的时候买的股票会赚到钱 抗风盆的概念 低本利比法人回来买要买低本利股票 对不对 那另外抗风盆概念是什么 还有一家是什么 各位还记得吗 跟能源有关的 到9月13号我已经默默的从地点起来25%了 后面该怎么看 好 我们休息一下 等下再回来 谢谢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各位投资人当今天市场上可能有很多的分析节目都在跟着我们后面在分析定名的时候 还有分析 我连续两天的分析 还有八晚可能也在分析阳明的时候 好 接下来到今天 我请各位要记住这个重点 跟着我们后面分析的 我只能说我也欢迎大家共享胜举 可是 我现在常听过一句话 懂得买股票没有什么了不起 真正懂得卖股票才是师父 你要买股票随便追下去都可以追 可是为什么我刚刚讲 你们现在特别注意跟着我们后面在 一直分析定名 分析阳明 分析万海 包含就像是之前 跟着我们后面一直在分析 所谓精彩的 精彩 大家还记得吗 那时候全市场多长跟着我们在那边分析精彩 结果全市场只有我一个告诉各位 我足足给大家三天的时间预告 不要摸了 我先卖给你看 你们自己要做什么事 后来拉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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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等 每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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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 你们知道为什么我当时会卖在漂亮的点吗 那经过市场很多人在那边跟着我们 后面一直在讲一直在讲的时候 我怕那不对 既然这么多人全市场这么多分析 一直要买 那量应该是一直爆出来爆出来才对 结果量没有爆 没有喷 反而被形成了有人偷偷在卖 我看到有人在卖 后来避开这一段 对不对 那我今天告诉各位就是说 当你看到现在电影 很多人跟我们在分析 万海很多人跟我们在分析 阳明很多人跟我们后面在分析 包含精彩之前也是 可是各位你们有没有看到一个关键 买股票没有什么大不了 不难 真正是你有没有办法把一家公司真正的买到之后 以后有点钱赚到手 因为你如果不懂得股票卖在哪里 或卖到对的时间点 我告诉各位 你精彩从头到尾没有避开45块的人 从头到尾不懂得卖掉的人 你知道吗 精彩一直到昨天为止 根本所有觉得有精彩 但是一直鼓吹精彩赚多少赚多少的 我告诉大家 你不要拿那个最低点来 是跟我讲 带会员 带客户做股票 不是只有永远只有讲最低点的那一次 永远只有讲你买了二十几档股票里面 只有那十几家或者几家好的一直拿在讲而已 不是这样子 你有没有真正做到买的好卖的对 那是一清二楚的 所以其实你们在看老师的节目 看分析师的节目 你只要好好的看个一天两天三天 最多看个五天 如果一档股票 他没有办法告诉你 每一天判断未来要怎么走 我告诉各位 那不是赌啊 不是赌涨跟跌 不是啊 是要真正分析告诉你 你能够在隔天看得到 那个现象怎么走的 那才叫真正 深入了解 而且可以带着你的所谓的分析师 各位 我相信到昨天还敢分析精彩的 大概只有剩下我 那为什么我会分析精彩 为什么我有这个底气可以分析精彩 你们知道为什么 因为我当时有避开这一段 因为很多人现在在关心 连续几年大卖的投信 因为别人很多人不分析精彩了 没关系 所有有看精彩的 有想知道精彩 想了解精彩的 有观众朋友看到的 分享给朋友 告诉大家来看我的节目 要涨要跌 总有个答案吧 对不对 连续两年大卖投信 跟你说不会跌 也不会有人信 这边告诉你 一直天天天天天天 买的人 他也不敢再说了 是不是丢掉了 也没人知道 但是我要告诉你 如果你看了连续两年大卖投信的精彩 你会怕的人 你此时 就是我说的 你只能够祈祷三天不会破低点 我教你一个方法 你祈祷三天不会破低点 祈祷 但对我来讲 我只要是我的客户 你不要祈祷 因为到底股价会怎么变化 我很清楚 因为就好像今天 其实精彩在今天的这个K线上面 是具有意义的 这两个K棒是有意义的 我在我的会员的盘后语言当中 我就讲得很清楚 但我今天节目就不多说了 我留给大家以后做验证 好不好 好 所以各位你听完我讲完精彩以后 你们有感受 其实股票 重点 不是很多人在跟着我们后面讲定影 讲阳明讲万海 也很多人后面跟着我们在讲云报 讲一讲后翻到云报 到9月13号 涨这样子 9月24号震荡 就不想讲了 因为没有涨停 没有连续涨停有什么好讲的 但我不这么认为 我甚至告诉大家 当他再度补料所控制有的时候 将会是我这一家代表座 各位来今天精彩 没有大涨 我说很多次 当我报告的公司 没有大涨涨停的时候 或许 有的时候 一天两天三天 时间都要给你机会 对不对 那这个机会是你到底 你要买有把握的 想要跟着我们好好的 去锁定有把握的事情 做有把握的动作 还是自己要摸索看看 那看你自己 我没办法多说什么 还是你自己说要去比对看看说 原来有好多人在讲精彩涨停的 有好多人在讲电影涨停的 有好多人在讲万海涨停的 有好多人在讲云报涨停涨停涨停的 你才想要进来 跟大家参与 各位你想当哪一种人 所以 当云报 最重要哪条线 还要往上冲刺以前 我希望还有多点上车的机会 我希望还有多点上车 这也算是 基本上 我应该会回馈一下 今天有人也知道说我心情不好 给我的毛小孩做祝福祈福 就叫我要稍微心情要收拾一下 所有我有看到的 粉丝好朋友有跟我说的 我一定会报答你们的 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子 我对我的客户 对我的粉丝 大家以心交心嘛 对不对 好最后一点时间 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今天 我发现到 IC设计很多公司大涨的时候 我请我的研究团队 尽快的了解 是什么样的一个因素 来各位 因为Wi-Fi 7 跟高速传输潮 事物真的要来了 第一个重点是 现在5G的机器材渗透率 跟终端网通的设备 都已经陆陆续续越来越升级 这是全世界的趋势 现在已经走到 连印度的趋势 各位要记录 我当时 那时候有一个 印度电信的公司 讲过的一家公司很强 曾有一段时间很强 还记得是谁吗 各位去回想一下 也正为当时研究这个事情 我们发现到 Wi-Fi 7的设备 原来 为什么连印度 都能够开始加速 设备5G的升级 因为Wi-Fi 7的设备 只有比Wi-Fi 6 高出10个百分点 这对渗透率 其实有大的帮助 我们预估明年Wi-Fi 7的渗透率会到40个百分点 这对IP、IC设计相关公司是很有利的 是Wi-Fi 7还有高速传出的IP、IC设计公司相当有利的 这里有一家 IC设计的上游 长这个样子 投资的路上我们一路同行 如果大家还记得 来 先给大家看一下 还记得我说过 希望你们永稳记住 我张志诚告诉各位的 在还没有调完地线 别人还在恐吓你的时候 我们告诉你 最猛掌势即将来临 我们告诉你 标股直接跟我们一起努力带走 一起去努力赚 我在上个礼拜五直接告诉各位 短短几天的时间 我希望许多人不要再错过这一次的机会了 一个行情 一个机会 一个对的方向 是让你财富成长的关键 投资的路上 你我一路同行 欢迎加入股市帝国 我们公司的服务专线 也甩死欢迎大家 直接拨进来 跟我们做一个联系 明天再会 拜拜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